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at$碳号$$是吧 其实严格讲$$呢 或者用$去那个变量的名字 其实不叫那个问号 不叫那个$问号是吧 应该准确的讲究叫问号 但是我们通常说的时候 肯定是$问号上一个命令的返回值 是吧 条件测试呢是非常重要的 条件测试里面我们用到的方式 这就是一个方括号和两个方括号对不对 但是test的那种方式也可以 任何这个方括号里面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呢 任何表达式前面都可以取反探号是吧 另外呢 表达这个条件测试 它没有那么复杂 它只要能够返回真和什么和假就可以 明白吗 好 那么这个两个方括号和一个方括号的区别在于 两个方括号它能够使用正则匹配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我们去匹配用户输入的是不是数字的时候 我们用到了正则匹配这种方式 是吧 我们写了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呢 就是肯定是数字 除此以外在我们的一个方括号条件测试当中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两个方括号条件测试当中 我们可以有多个表达式 多个表达式之间可以有什么关系 可以是与的关系 可以是或的关系 是不是 就是可以是那个多个条件必须 多个表达式必须同时成立 同时为真 同时为处 对吧 或者是其中一个为处都可以 明白吗 好 那这里呢 嗯 除了这个条件测试这一块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嗯 另外就是主要是三种 条件测试的方式 一种是对于整数 是吧 整数里面用到的方法是EQ啊 LE啊 GE GT 是吧 然后 数字串呢 用的是什么 一个等号 两个等号是一样的 好吧 或者不等 不等于是碳号等号这种方式 另外我一直强调的是 字符串变量 请大家 字符串的比较的时候 请各位尊重它 就是加双以后 你要是说 老师我没有加双以后 我出来的结果也是对的 那是你走了狗屎运 好吧 或者是呢 你要说老师 我出来的结果和我预期的不符 你别问我这个问题 好吧 我跟你讲了 因加双以后 而且有可能 那个变量如果没有的话 还有可能会报错 是不是 是不是条件测试 嗯 除了他那个整数 数值比较 字符串比较以外 还有一个文件测试 这个文件测试 特别强调的是 如果我们要测试一个文件 是不是有独权限 注意这个看的是谁啊 当前你谁 敲的这个脚本 那谁 有没有独权限 明白吗 但是这个东西 对Root来讲的话 好像不好使是吧 因为Root有power 它能够覆盖一切的 pervillages 覆盖一切的权限 能明白吗 好 这是前面的一个 一个复习 除此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呢 我们有必要说一下 有一个命令 就叫command 看到吗 挺好玩的 这个命令 这个这个之前很 有一段时间 我是不知道它的 这什么东西 命令没有发现 是吧 我们看一下啊 我这个命令 我是不是用错了 我记得这个命令 可以帮我们来测试 这个也是一个测试啊 我慢一下看 command 是应该是要加路径的 哦 嗯 我们维持一下 Data 好吧 这个怎么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我印象中这个命令可以帮我测试一个命令是不是一个命令 或者或者或者我再换一个正常的 或者我再换一个正常的 或者我再换一个换一个正正常的啊 edc password 好吧 那我就失败了这个啊 说失败了 这个我稍后来看一下它一个具体用法 这个用法呢 呃 我印象中可以帮我们测试我们后面的对象是不是一个命令 在这块呢 呃 用的少 所以没有记住啊 好 那我们下面呢 来开始先了解这个流程控制 也就是我们在执行脚本的时候 其实有人问我说什么是脚本 脚本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使用命令的一个堆叠 就是把我们所有命令堆到一起 从上到下什么 一次执行 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现在要部署一个软件 我要 YAM装软件 我要对它进行配置 我要启动 我要测试 是吧 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 很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去执行就可以吧 从上到下 把我们的Linux里面的那些命令 软件 包括我们前面部署那个什么 论坛啦 还有那个网站呢 这样的一些秘密 这样一些过程 整个从上到下写到里面去 是不是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现在连网络都不通呢 那你是不是没办法装流软件 好 比如说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啊 我们写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干嘛呢 是要去安装一个软件 随随意的一个脚本啊 我们要安装一个 Apaq 换个名字吧 Apaq的就Apaq吧 Apaq软件 我们要装这个软件 并且我们要对它做一些基本的什么 可能做一些基本的配置 OK 好 那首先打开这个脚本 这个名称呢 是我们自己呢 自定义的一个一个名称 几号 Tan号 USR 并下的什么 bash 另外 给脚本加上注释 加上一些说明信息 来 告诉别人 我们这个脚本是做什么的 如果这个脚本只有那么三五行的话 这个很显然 每个人可能一下就能看懂 如果脚本内容比较多 有可能只有你自己能看懂 也没准 也没准了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自己也看不懂 好 所以我们加注实际是干嘛的呢 安装一个软件叫Apaq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的版本是1.0版本 等以后修改的时候 就会变成更高的版本 by 谁创建的 几月几号 是吧 2018年 9月20号 好 这是 不要奇怪 今天是8月30号没有错 但是 这是我穿越回来给大家讲的 这之前那会儿讲的一个脚本 经常我会讲到2019年 或者哪个地方去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说我们单纯的来看一下 怎么写这个脚本的话呢 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虚拟机 这个真机上 其实已经不能再 再这样做了啊 因为真机的话已经 装货了 对没错 就找一台虚拟机好吧 7-1 7U3-1 我起一台 好 那我们刚刚打开了这个虚拟机 稍微等待了一分钟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这个虚拟机是不是已经开起来了 然后打开 现在呢 我们今天啊 这个虚拟机呢 大家很苦劳的是 IP地址我们没办法得到 是吧 我们一会儿呢 就会写脚本 获得这些IP地址 甚至对虚拟机做处置化操作 嗯 好 这个机器好像也装好了 我感觉啊 这是47的机器 是不是连Apaq都装好了 哎呀我天 好 对没错 删了删了它 删了它就行了 这47是吧 192.168.12.47 然后我们在这呢 写一个脚本 这上面的啥都有了 是不是 好 这是之前做过实验的一个机器 好 现在应该是没有Apaq 是不是 好 来我们写一个安装 Apaq的脚本 前面呢 自己呢 来定义我们脚本的一些处置信息 我这边没有加那个就是那个警号了来把它矿起来了啊 这个应该加上那要好看一点是不是 2018年刚9月20号 还是那个时间 好 然后我们开始来写 其实安装和配置呢 这个很简单 包括我如果是纯粹的去敲命令的话 就是YAM刚外instal是吧 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在 attpd 装完以后 sys tm system 然后什么 start attpd 然后system 然后ctl attpd 对不起 这里不能补钱啊 你想补钱的话你可以找个终端敲一敲 然后把它粘过来 没有意思吗 然后最后是不是还可能要防火墙什么的 哇 这么长的命令 我们还是来找个终端敲一敲吧 然后再给它复制过去吧 看看add service attp 哦 不需要回车了啊 这只是为了在 好 我再把那个attp s加上去 然后再 刚刚reload的吧 是不是 还有可能是不是把那个s linux整个改一下 还记得吗 s linux怎么改啊 还记得吗 呃 s 我们直接其实大家都已经背下来了啊 s1d d-ri是吧 然后 edc s linux config这个文件 是吧 这个脚本里面是不可能交互的呀 我们都知道是吧 好 我们怎么做 s 查找 以 se linux 等号开拓的 行 不是这么查找 直接是这样查找是吧 然后换成s linux等于disable 有d吗 有d吗 有d 就这样 呃 这个当然不能够像这样吧 甚至可能临时 把它关闭 是不是这样子 做这些操作吧 好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是在什么情况我们才能够 如果说你的网络没问题 第二你的什么 你的网络没问题 第二你的yam没问题 你是不是才可能装上 所以脚本它并不是如果说第一步没装上 那第二步有必要来做吗 没有没有必要吧 所以我想说的是 如果没有装上第一步没有装上 那么你第二步第三步后面的步骤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脚本呢 它可以是从上到下的一个堆叠 把我们要做的事情整个写到里面去是吧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的加上一些条件判断 是不是 就是如果说是这种情况 该怎么做 如果说是什么 那种情况 该怎么做 在里面吗 那有没有可能网络不通啊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有可能吧 好 那有可能网络不通 那这边呢 我刻意呢把它的网络 网关给它删了 IP 我临时删除啊 IPR是查看 IPR DEL 删除 删除谁呢 删除这个网关 后面加上那个Default这一段是吧 好 我现在刻意把网络给它删掉 然后造成这种什么 可能不通的这种状态 OK 现在它肯定是装不上的 明白吗 你看 它现在拼的屏幕出去 是吧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关注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一切呢我们要判断一下 好 先可能要判断网络是不是什么 通的吧 然后如果不通的话呢 这些事情是不是没有必要 咱们往下进行下去 那怎么判断 用到的就是一个 我们叫EF语句 流程控制语句 条件分支 只有条件成立就怎么做 对不对 这里呢 EF呢 从讲解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复杂的 你看有单分支 多分支 双分支 什么叫单分支 就是如果条件 成立 他就做什么 没有没有不成立的事情 不成立就算了 双分支就是如果成立做什么 不成立呢 也做什么 多分支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是男的 站左边 那不是男的 那是女的呢 站右边 那也不是怎么办 那你是其他人就站中间 看到吗 那你还不是的话 你再看有没有下一种情况 如果你实在最后不是人 他站在旁边 所以有多个条件测试 但是你记住 你只能够满足其中一个 那这么讲的很硬 所以我们下面呢 来实际看一下这种例子 刚才我们大家都承认 这个脚本不能这样执行下去 这要保障一切都正常 是不是才能执行下去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才能够保证正常呢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能平等百度 可以吗 能平等百度就可以 或者是不平等百度也行 我看看这个机器 SSH 192.168.1 12.47是吧 我们能想到任何办法来检测我们的 这个现在通还是不通啊 这个能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吗 不能 因为他没有 他没办法很直观的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是吧 是没办法 大家可以 YUM Make Catch 好 这样一个结果是吧 好 然后呢 也不行 有些命令 他没办法给我们直观的得到 让我们得到一个 一个结果 好 那我们就以能不能能不能平等百度 好吧 或者平等一个主机 一个测试机 就可以了 好 那怎么写呢 非常简单 就是if 注意 是不是要个条件 不 各位 这里呢 大家可能会误会 if 后面要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 真 假 任何能够返回真和假的都成 好吧 任何 那比如说就像这样写 ping-ce 拼一次好吧 3w.百度.com 大家都很清楚 我拼的过程是肯定不要的 因为这玩耀伤呢 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好 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 怎么样 这里在zen 后面写那么 看到了吗 现在我写了几条 几条语句 几个指令 if zen 还有什么fi 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结构写上 其实我刚才就疏忽了一下 先写 写脚本 先写结构 明白吗 就像写c的话 先写主函数 是不是 然后再往里面呢 把结构写上以后 再去写内容 你不能够上来就一行一行的写 那除非你的老字里面 就像那个能达到里拉斯托瓦字量的级别 那肯定是 你不用考虑 你知道哪个地方该有个 该有一个括号 哪个地方该有一个逗号 该有一个什么符号 否则的话 我们不要轻易尝试 好 那各位 大家是不是比较习惯 把那个字笔放到上面去啊 这些是被我带的 那放到上面去的话呢 就要加一个什么 分号 因为这是几条命令 这两条命令 至于后面加不加空格 那随便你了 好了 各位 我再说一遍 义辅他缺的就是一个什么 真假 但是有些命令是不能法为真假的啊 我们后面会看到 所以说你不能把那种命令 来作为我们什么 测试真假的一个依据 能听懂吗各位 好 就是如果拼得通 那肯定是为真 那这个拼不通呢 就为假是吧 就false 好 那怎么着拼得通就装 还是怎么着 拼通就装是吧 其实有时候呢 很多同学呢 可能会我对我们可以这样做 看 选中D 放到这里面去 是吧 然后选中 缩进一下是吧 D是删除 可以这样做吧 如果能拼得通 就装 拼不通 就报错 但是呢 我个人 不太习惯把义符写的这么复杂 这个每个人有个人的这个 你看有些人的义符 可能在第二第三行 FI在什么 在100行 就他之间套的代码太多了 我们不就想拼一下通不通 然后就装吗 所以我这种写法没有错 好吧 但是看起来呢 也许你会觉得直观 但是我不会不会这么认为 因为现在代码量很小 否则的话 你的if else的那个结构 是不是套得很深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不是我这一段就判断通不通 我不装好吧 我就只是判断通不通 我做的事情就是一件小事 对不对 有些人说 碳号可以啊 如果不通怎么办 i call 说什么 是不是连接网络不可答 或者是主机不通 是网络不可答类 类似这样的话 好 连接不可答 明白 好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脚本的执行 A加加X Install 好 在这个有问题 各位 这个if 它如果条件 如果不通的话 不通 反而是不成立啊 不通的话 是不是在我这 反而是成立 成立以后 我是不是就打印一个 连接不可答 但是 如果说 你没有做别的事情的话 它还会往下什么 继续执行 能平能平 你看 A加X 然后 Install Apaq Install Apaq 你看网络不可通 是吧 往上再走 你觉得它能装上吗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还装不上 明白 好 那多恶心这个事情 看 是不是不通的话 是不是应该再见了 Exit 是能够控制什么 程序 退出的 明白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打印一句话以后 当然这两句话 能不能够反过来写 先写Exit 再写echo 就是你先 你先死了以后 再把 你先死了 然后再再处理 处理你自己处理你的这个事情 不可以吧 好 现在 如果不通的话 网络不通吧 好 这个脚本没有问题 那如果通的话呢 那后面是不是就 顺理行张的往后走了 我没有打算 把后面的这些语句 放到哪 放到义父里面 我为了让义父 能够完成一个非常 简洁的任务 好 有同学会说 老师 这个语字太长了吧 我之所以写的这 不代表我认可写的这 我写的这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是想告诉你 这 这就是一个条件测试 明白吗 条件测试 只要有返回值的就行 不一定是我们那个方括号 明白 不一定是我们那个方括号 或者test 只要任何能够返回什么 真假的就可以 明白 好 有人说什么叫任何呢 好 举个例子 你说我能不能这样写 语法上有没有错 有错还是没错 没有错呀 对他命令能不能返回真真假 能不能 能 返回真 他提示说什么 面积不可达 这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这个语法上是没有错的 就是任何能够返回什么 真假的都可以 任何 OK 好 那 我们怎么写呢 刚刚说了 我们应该建议大家这样写 按照我们之前的习惯 应该这样写 先拼一下 然后呢 用我们比较标准的这种 条件测试语句 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好吧 S 那个叫 Dollar 问号 各位我问一个问题 是些等号等于0呢 还是EQ等于0呢 这个事情有待商榷 为什么 你可以把0看成是 一个 数字 也可以把0看成是一个子符 是不是这意思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呢 一般没有人这么干 好吧 都是这样当成数字来看好一点 既然是个0的话 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数字吧 当然确实可以看成字符 一些等号也没有错 这是两种不同的测试方式 明白 好 那如果说等于0 等于0的话 那就通了 那就应该是 不等于0吧 别加什么飞了 人家自带光环的 你不用你再跟人家配一个什么东西 人家本来就自带光环 你还可以打个手电筒 只有那种没有光环的那种什么 你可以再打个手电筒去 好不好 能听到吗 好 这是安装Apaq 如果说不通 那咱们就走 走了以后 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脚本说 那跟我也啥关系 我就告诉你不通 然后你来解决 是不是可以了 能听没有吗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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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